数据库的介绍了 大家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说另一个东西 叫做IDBMS 所谓的这个IDBMS 它的英文这个全称 就是什么 Relationship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翻译过来就是什么 就是关系型的数据库的管理系统 什么是IDBMS 到底是什么 这外人说话同伴 也跟我走 IDBMS是一种程序的简称 是一种程序的简称 比如说什么系统 你们家是银行管理系统 我们家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我们家是企业生产管理系统 这都叫系统 那么这样的系统里边 也就是说IDBMS 这样的系统里边 又分为什么东西呢 又分为 像咱们所说的 各种的关系型数据库的具体的版本 分为什么 关系型数据库和非关系型数据库 咱们整个后面的阶段 咱们要讲的东西 是有三个数据库 今天咱们要讲的 Mistar Cloud 后面咱们会在 后面的阶段 不是这个阶段 后面呢 什么时候用到这个 Redis 什么时候用到MongoDB 那么咱们已经把它合到了 咱们的项目里边去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就是说 咱们现在这个版本的变化 咱们会以项目为驱动 接下来咱们需要MySQL 把MySQL讲了 咱们需要Redis 把Redis讲了 咱们需要MongoDB 把MongoDB讲了 也就是说咱们整个 后面的阶段 咱们会学三个 MySQL Redis MongoDB 咱们会学三个数据库 MySQL 这不用说了 咱们今天要开始学 Redis 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MongoDB 三个数据库 这三个数据库 各不相同 MySQL 一般用来做网站 存储一些持久化的数据 是没问题的 Redis 一般用来当作缓团 那么MongoDB 用来存储 非关系型数据库的结构 怎么理解 关系型数据库 结构 前面同胞 我刚刚给大家理了 一个 决流力的 这个表里边 这个数据库里边 这个表和这个表 是不是有关联 这叫关系型数据库 那么什么叫 非关系型数据库呢 MongoDB 就是非关系型数据库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什么样的数据 没有关系呢 我多爬虫 我爬张三这个网站 爬下来的数据 和理费的网站 请问 巴干的 是不是也打不着啊 任何关系都没有 这个时候 就不需要先建表 MySQL 一个特点 想要团储数据 你怎么知道呢 你得先规划 这一列和这一列 就是这个这段 同一什么 你得先规划好 将来才能团 但是呢 MongoDB 一个什么特点呢 你将来想要 什么时候扩展一个的时候 很简单 立马就扩了 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之下 相当简单 那么这是MongoDB 加上言之不一样 这个一般做网站 用 这个做 一般做缓存用 这个一般呢 就是做爬虫 将来存储一些 没有关系的数据的用 所以说呢 咱们后边 在三个数据库都讲 各有各的特点 那么 这个地方呢 就刚刚跟我所说的 关系数据库 和非关系数据库 那么所谓的这个IDBMS 它包括这些数据库的 这种种类 那么IDBMS 我说了 它是一套程序 是一套软件 是哪一些软件呢 直白地说 如果说是关系数据库的话 它里边有这么多产品 你所听说过的 Oracle MySQL 以及微软的Microsoft 这个这个 什么 Sircle Server 以及SircleLit 这都是些 关系数据库里边的产品 是程序 是程序 你单击这个超链接呢 你最终能够看到的东西呢 在这 你单击这个超链接 打开的就是这样的页面 这个页面里边 大家可以看 这样的 这个表里边 显示的是什么呢 数据库 数据库 它的排名 17年的时候 9月的时候 是吧 September 19月吧 应该没份儿 10月的时候 是什么 October 还怎么读 忘了 9月10月 这是去年的时候 是吧 16年的时候 它的排名 那么大家可以看 Oracle MySQL 微软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单个 基本就排前三名了吧 后边的数据库 是在变化的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条黑眼 它的线 是不是已经分开了 是不是前四名 前四名里边 有一些你都没听过 但是有一些你也听过 像这个SircleLit 已经排到11 但是它多多少少的 还是比较出名的 那么Oracle 做大型网站用的 大型网站 简而言之 很久很久之前 淘宝 就是用到什么呢 Oracle 但是呢 Oracle 一个特点 什么呢 它收费 它怎么收费的呢 它可以按照人头收费 就说你们这个店 你们这个公司 你们这个产品 用了多少个用户 决利的 你们公司有50个人 那么将来有可能 差不多需要付费的金额 是30万多用 有50来个人 要去用这个 MySQL来存储数据 就是一次性买赚 那么总共的人民币价格 差不多30万左右 如果你要是 不按照人头买 那么你将来 可以按照什么呢 你可以按照你的CPU的性能买 比方说你的CPU 是哪一个型号呢 哪一个产品 CPU型号不一样 将来Oracle 收费也不一样 Oracle 你有没有发现 什么原来是这么贵吧 像淘宝 很久之前 我告诉你 有一本书呢 叫做 淘宝技术这10年 好像是有这么一本书 你到这个 可以去淘宝看一下 去京东 去看一下有这本书 那么 去京东看一下这本书 有卖这本书 淘宝里边肯定也卖 那么这本书里边 大体说了个东西什么呢 刚开始淘宝在做的时候 他们用的就是 MySQL数据库 但是MySQL数据库 有个特点什么呢 咱们国内的 一般做个小型网站 中型网站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大家可以设想一个场景 淘宝是不是相当大吧 根本搞不定 MySQL不行 MySQL不行怎么办呢 最终他又买了Oracle Oracle不是花钱吗 花钱也得买呀 花了好几百万买了 买了之后最终 他们这个业务量 得上来的时候 Oracle依然顶不住 就是Oracle可以称之为 整个今天 全球最牛逼的了 没有比他更牛的 Oracle依然顶不住 所以说今天的淘宝会怎么赚呢 Oracle不用 Oracle都搞不定 不用了 怎么做 MySQL是开源的 自己拿着MySQL的 开源版本 我找牛人来做 行不行 所以说淘宝今天 都是自己开发的东西 数据库 全部都是自己的 相当牛叉 但又说 东哥我能不能去开发 你可以 可以再过个几年 也是可以的 有这种能力 他们淘宝 你想想 他们做的是什么人 有可能是某一个省里边 状元 你懂我意思了吗 状元这样的 清华毕业了 如果你要是不出国 或者出国度金 回来之后 再去阿里 淘宝 百度阿里再三家 同学们切记 不要去百度 腾讯和淘宝 你这两家最变选 反正百度不要去 百度不要去 至于为什么 反正相当烂 在一页内 百度的名称是最烂的 你懂就行了 好了 但是话又说过来 如果将来 你真的要是去百度面试 你可不要说 百度的名称最烂 你要说百度最好 我就是想来 懂我意思了吗 你要分清楚 数据库有这么多版本 这些都是惯性数据库 当然出了惯性数据库 还有些其他 数据库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那么 也就是说 我想给大家表达的 IDBMS 它是一套软件 这一套软件里边 它将来就是将来 管理正常的数据库了 那么它和数据库 有什么关系呢 来看一张图 瞬间就懂了 看那个图 我刚刚给大家说过 数据库是什么 什么是数据库 让你答 怎么理 什么是数据库 一种特殊文件 通过特殊的处理 读写的方式 和普通的文本文件 是不一样的 那么通过特殊的读写 将来是不是可以 存储数据 而且将来是不是 持续化的存储了吧 这叫数据库 一种特殊文件 那么这个数据库里边 是不是可以分为 很多很多张表 没错吧 这是文件 那谁来管理这些文件呢 你不是说了 我刚刚用SAPLIM 打不开吗 请问我刚刚是不是 已经打开过了吧 我刚刚打开 这个Excel表打不开 你打开数据库文件 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你也打不开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用VM我也打不开 我用SAPLIM也打不开 我怎么去操作它呢 同学们最挑 不一样的数据库文件 将来你去操作的时候 不一样 有Auracord 有MySQL 有Sircalit 有各种数据库 最终你 KinB搞不定 怎么办呢 谁要是推出了 一个新的数据库 那么他 一般会写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 他自动的操作 他自己生成的这个文件 这么说理解了吧 就言外之意是 谁要是开发一种 新的数据库 让你把这个程序写出来 你自己去投入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就是你这个数据库 管理软件 自己产生的数据 放在这个文件里面去 什么叫IDBMS 它是一个程序 这么说理解了吧 通过这个程序 来管理这些 政治的数据库文件 那就可以了 但是呢 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是 什么呢 他管理这些东西 但是他怎么知道 我接下来 混谁取谁 更新谁呢 同学们 两种方式 第一种 我把这个哥们 圆满拿过来 我给吧给吧 把我的功能 加到里面去 可以吧 但是这种方式 这样的关系型 关系型数据库的 管理系统 是你能看得懂的吗 我告诉你 一般人真搞不定 这样的关系数据库 一般都是用 什么来做的呢 要么C 要么C加加 基本上就是 这两种语言 来写这样的程序 所以说呢 有可能上万行 好几万行之后 有可能出现的 你拿过来 跟你改不动 所以说怎么办呢 这就出现了 很尴尬的局面 你这个文件 我不会改 你说你自己改 但是我怎么让你 去操作哪个文件 请问是不是 接下来 咱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了 怎么做的呢 原码咱又不会 因此 你再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了 你把它做成那种 CS架构的 请问同学们 还记得什么叫 CS架构吗 什么叫 CS架构呢 CS架构 这种方式就是 客户端 服务器模型 还有一个架构 叫做BS 那么这样的 B叫做browser 浏览器 S呢 依然叫做 suffer 服务器 浏览器 服务器模型 如果这个客户端 是你自己开发的 打个比方 QQ 微信 默默 自己开发的客户端 这叫CS架构 如果你打开的是一个网站 请问网站 毕竟里有后台吧 它毕竟的投资数据啊 那你的网站 我为了看这个网站 我真正的是 下的那个网站的浏览器吗 不是 你是不是通过一个 通用的浏览器 谷歌 火火 这样的浏览器 是不是直接打开啊 所以说这种架构呢 就通过浏览器来看 叫BS架构 而这种就叫CS架构 那么请问同学们 咱们这种方式是什么架构呢 CS架构 CS架构 G 这边 同学们最低 一套软件 叫MySQL 有一套真正的 关系型管理系统的软件 叫MySQL MySQL 自己生成的这个文件 其实咱们就称之为 真正的叫数据库 听懂我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呀 你的概念上要区分 MySQL 它是一个关系型管理 数据库的这么一套软件 它可以自己创建 这样的文件来管理 这样的文件呢 咱们也称之为数据库 也称之为MySQL 数据库 这么少理解了吧 所以说MySQL 有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关系数据库 这种软件 一个就是它生成的这个文件 你自己去操作这个文件 我怎么让你去操作 哪个文件 去存储哪个数据呢 通过 我接下来再找个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呢 把命令发给你 你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想要发给他的话 同学们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是 我怎么知道 我写一 你存谁 我写二 你取谁 我写三 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说 这就出现了个问题 我问个大家一个问题 将来浏览器 将来浏览器 和咱们那天写的服务器 之间通信 请问 用什么来沟通 你要谁 给你回应的是什么 怎么说的呢 我怎么知道你要谁 我怎么告诉你 我给你回的数据是谁 咱们怎么多呢 用什么协议 对 打的非常不怕 用HTTP协议 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 通过HTTP协议的通信 那么将来 咱们这个 IDBMS 这个客户端 和服务器之间 怎么通信呢 直白的讲 底层依然是用的TTP 但是将来 他们发的 不是HTTP数据了 他们是专门发的是 Sircle语句来通信 就是不是HTTP的 是另外一套东西 叫做Sircle语句 那么为什么 有Sircle语句 它不用HTTP呢 HTTP是专门用来浏览器 和服务器之间通信的 那么Sircle语句 是另外一套语言 这一套语言 专门用来和数据库 进行通信 那么这样的语言 一个特点是什么 它可以 操作很多种 数据库管理系统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Sircle 结构化的插询语言 叫SQL 这么说理解了吧 结构化的插询语言 那么Sircle 是一个结构化的插询语言 是一种用来操作 IDBMS的数据库的语言 IDBMS 就是关键性 这个是吧 关键性管理数据库系统 那么咱们通过Sircle 就可以来控它了 那么Sircle语句 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 咱们先从直观的角度 讲 咱们看一下 这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选中的这些 就叫Sircle语句 我选中的这些 是Sircle语句 我选中的这些 是Sircle语句 这个也是Sircle语句 其他的在整个 这个代码里边都不是了 那么咱们只要学 像Select这样的东西 学Delete这样的东西 学Update这样的东西 就可以完成分散改查 的数据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的直白点 咱们这一天 咱学什么 这边还用咱管吗 不用咱管 客户端需要咱们开发吗 不需要 咱们学什么呢 学这个 听懂意思了吗 学的是这个语言 通过一个客户端 咱们发的这个语言 来操作数据库 关系管理系统 然后接下来他们给咱个结果 那么咱们写什么语言 他给咱什么结果 是不是最终 是不是咱们就实现 咱们想要的操作了吧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目的 学的是Sircle语句 能理解为什么 Sircle语句呢 有个特点 它呢 不太区分大小写 它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而且 它能够支持 很多种数据库 因为这一项 我刚刚所说的 这里边 有Oracle 是因为MySQL 有Sircle 是因为有Secondate 这些数据库 你学了Sircle都可以操作 听懂我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 学了Sircle 不仅操作MySQL 还可以操作Oracle 操作SircleLite 操作这些数据库 基本上是相同的 有可能呢 不一样的版本啊 多多少少 有那么一定的不一样 听懂我意思了吧 简而言之 你学了这个Sircle语句之后 数据库 Oracle MySQL 这些东西都可以控制 这就是咱们学Sircle语句 这这么一个目的 学Sircle语句的什么目的 那么Sircle语句呢 它根据你将来 要执行的功能不一样 你想我刚刚说的这个 这是更新的 对吧 这是删除的 这个呢 也是查询的 它将来功能不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Sircle语言 Sircle语句呀 最终呢 咱们分为这么多种 不一样的 这个 单以这个为例 叫D 就是Data 数据 Q呢 就是查询 L的Language 数据查询语言 像这个什么操作语言 什么事物的 等等有很多 简而言之 这么多当中 什么是最常用的 什么是咱们应该 真正掌握的呢 对吧 这个地方也应该 用黑体给大家标了 是吧 这个是咱们大家 最最最常用的 即在咱们大家的 性目当中 你要切记一个原则 真正在工作 开发的过程当中 什么用的最多 不是创建一个数据库 不是创建一个数据表 而是数据的增删改查 数据查询的优化 这个才是对中常用的 这么说理解了吗 记这些是最对用的 那么其他的信息呢 咱们大家呢 就是偶尔会用到 偶尔也不用 这个地方要切记就行了 它不区分大小写 原本之一就是 我刚刚给大家写的 这个小写的这个版本 和这个大写的版本 结果是一样的 能理解了吗 这就是circle 这就是circle 咱们学这个东西 目的只有一个 Let's hold on 这个关系型的 关系管理型数据的 这个软件 那么接下来 咱们既然 是吧 咱们的重点 咱们这个阶段 要学的是mycircle 那么mycircle 接下来咱们就大体 咱们了解一下 mycircle的一些东西 mycircle呢 这是它的官网 你可以点看 你去可以看看 我就不点了 mycircle呢 它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 管理系统 它呢是由瑞典的 这个公司呢 很久之前 是由瑞典的公司开发的 开发完之后呢 不告诉大家 开发完之后啊 当时啊 除了这个mycircle之外呢 还有这个比较出名的 Oracle也是有的 就是在当时而言 mycircle Oracle 非常出名的随库 那么作为一个大名鼎鼎的公司呢 叫上公司呢 上是什么公司啊 太阳公司啊 你咋不说 你咋不说月亮公司呢 上可不要再说太阳公司了 出去简直就是那个什么呀 上呢表示什么呢 斯坦福大学网络组里边的一个形成 就是S 其实表示Stanford U呢是表示University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大学啊 A呢是表示Network的一个东西啊 斯坦福大学里边原来有个网络小组 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呢 他们在网络小组里边 那么随着他们毕业之后呢 他们接下来自己创了一家公司 创了一家公司的时候 他们去起名的时候就很尴尬了 那么起什么名啊 对吧 你说叫叫Apple 我说叫 是吧 这个这个 不录 那么接下来呢 就很尴尬 最终了他们就 咱们原来不是 都是网络小组吗 咱们就对中取了这个名字 怎么说理解了吧 你想斯坦福出来的学生 那应该是个个很牛呀 所以说 哎 MySQL这家公司都能 这个这个AB公司都能去做这个MySQL这个数据库 咱们为什么不能做呀 他们就想想想想 他们也在做做做做 做了很久 觉得实在做不出来 怎么办呢 那就买它 做不出来就买吧 把它 来来了 可以了吧 这是我的了吧 别人不会再说什么了 反正是我的了 回来之后呢 随着业务的发展 随着加了公司的这个啊 这个更新换代 那么后来呢 他们做的这个产品啊 就是MySQL呢 大力发展 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钱了 导致了什么呢 很多人都不用Oracle了 哎 MySQL这么厉害 而且还免费 为啥用Oracle呢 都从这个阵营呢 跑到了MySQL阵营 所以说呢 Oracle公司挤了 那如果我的顾客都跑了 那我还卖给谁啊 我把你买了不就完了吗 哎 这个这个公司呢 就花了大的金钱 把它买了 买了之后 也就是说今天的MySQL Oracle都是这家公司的 Oracle是一家公司 它里边有个产品 叫Oracle手机库 这么说理解了吧 你想呀 MySQL是它的 Oracle是它的 Oracle收费 MySQL不收费 你觉得这样的 MySQL会怎么发展 你说这个道理吧 它一定得让它发展 为什么呢 让它发展 就是咱们这个行业里边 所以就不会再出了一个新的 插读的这么一个人了吧 因为免费的 用MySQL也是我的吗 但是MySQL它一定会保证 它的功能不会特别强悍 你说这个道理吧 你特别强悍谁来买Oracle呀 所以说今天这家公司 对吧 就闭着眼睛数钱都可以了 都是它的 都是它的 好了 这个就是大铁这个由来 那么MySQL它是由 C和C++进行编写的 简而言之 都是一些特别底层的一些语言 来编写的 它是开源的 开源的 而且是一个可移植性的 请问同学们 什么叫可移植 我写了个程序 放在Mac上运行 放在Linux运行 放在Windows上运行 这就可以一直 这么说理解了 可以认为跨平台 也可以那么理解 那么它支持多种套的系统 Linux Windows 这都不在话下 你像这个叫MacOS 就Mac电脑也支持 还有些像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UNIX 这个呢也叫做UNIX 就是说UNIX呢 就是BSD呢 就是伯克利分校的一个发行版本 叫做BSD 美国的伯克利分校的 应该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好像是这么意思 那么这个和这个 都是UNIX 加连着Linux UNIX Windows Mac电脑 以及其他的 有可能咱不太听说过的 都支持 而且呢 它是支持多线程的 能够充分发挥CPU的资源 问问点 Python里边的多线程 不是假的吗 它能用多线程吗 它为啥不用多进程 你要明白一点 人家不是用Python源写的 你懂吗 人家是用Z源写的 人家就真正的是多线程 听清楚了 咱们的Python不是说是假的 是因为那个解释器有问题 你懂了吧 你换成Java写的解释器 将来单也是真正的并发 听清楚了 千万别自己说 我们这个线程是假的 你不是给自己挖坑制是什么 对吧 只是说我们这个线程 在去做的时候 如果要是用Java的解释器 我们就是真的 如果用C的 那有可能还有点问题 不就行了吗 一定要委婉表达 这就是昨天我在给他们 模拟面试的时候 是吧 太直白了 会吧 不会 听过吗 没听过呀 不知道呀 不了解呀 你不是给自己 往那个路上送 你往哪里送 我不会 但是以我的见解呢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 如果我花点时间 我可以研究出来 你要比那个不会 是不是要强很多 是吧 好了 My Circle呢 基本上就介绍个日 通吧 那么My Circle 咱们刚刚差不多就介绍完了 通吧 咱们这个小集 咱们稍微懂解一下 咱们主要 那么咱们懂解一下 咱们主要了解了哪些东西呢 首先说 数据库 它是一种特殊的文件 它能够存储在硬盘上 那么将来想要去操作的话呢 你不能通过普通的什么 VR呀 Sableam不能操作 是不是需要特殊的软件 是不是来操作了吧 这种特殊的软件 在MSPG称之为 IDBMS呀 那么这样的特殊的软件 有很多种 比如说Oracle My Circle 以及CircleLit CircleServer 是不是都是这些不一样的 这些IDBMS关系 管理系统了吧 那么有这么多产品 那么将来我怎么去控制 它这些产品 其实咱们刚刚说了 其实咱们最核心的 咱们要学的东西 是不是叫做Circle语句了吧 Circle语句 它起到这个作用 是不是通过咱们的客户端 是不是能够去控制数据库服务器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要做一件事情 你给我插一个数据 你给我修改一个数据 你给我怎么着 全部通过这个Circle语句来做 言外之意 咱们真正的在去做数据库 开发的时候 实际上 你创建数据库 有可能 你看你做这个项目 有可能就创在这一下 完了 有可能未来几个月都不创建 但是Circle语句 天天写 天天写 好了 基本上咱们这个小节 就讲解了这些字典 同意吗 这个图一定要在一起理解 理解